47岁的林志炫今年在《我是歌手》中展现了精湛的唱功 让沉浸已久的歌唱事业再现生机 最近事业重心渐渐移往内地市场的她 又将启动One Take 林志炫1314世界巡回演唱会 8月15日林志炫也是在上海召开了个人世界巡演的记者发布会 宣布首场演出地点为上海大舞台 时间正式确定为9月28日 据悉此次的世界巡演相当的与众不同 林志炫秉持着对音乐的细腻执着 演唱会将准备百万顶级音响设备 集结全亚洲首屈一指的顶尖乐手群 重金礼聘演唱会导演灯光师和影响师 此外林志炫还透露将会在演唱会上重新演绎 《我是歌手》中的经典曲目 而此次的嘉宾或可能来自于同一舞台 会的 但是基于呢我其实请嘉宾的一个概念是让节目更加的出彩 也就是让台下坐的人有那感受就是 哇这个感觉 然后没想到是这样的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安排的环节 我重点在这上面所以呢就目前为止呢嘉宾的那个人选呢当然一定是保密的啦 会不会是《我是歌手》舞台上的哪一位呢 呃你们站在缩小打击范围所以我就不回答这个问题 好 虽然林志炫并没有在《我是歌手》节目中取得冠军 不过他极强的现场演唱功力更为歌迷们津津乐道 人气爆红的他不仅接商演接到手软甚至还爆出他的出场费三级跳 对此林志炫在否认之余表示欢迎大家慷慨注资此次的演出计划 我对翻倍没兴趣我只对知音暴增有兴趣那当然呢呃如果任何能够呃帮助我去做更多投资做更好的音乐 比如说像这一次呃我整个乐团呃的人数高达了基本配置二十五人到了上海增加到了三十五人 所以呃只要是一切对于这部分的投入有帮助的事情我大概都会接受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